我现在在摄影棚里面 测试一下我们今天下午 技术语言做的一些声音的调整 头像的调整 因为网友对我们的声音一直有批评 头像我们也很不满意 今天做了这个调整以后 先拿来我来做试验 那我做一个什么试验呢 我就随便找一个题材来谈一谈 但是题材谈一谈 我就要考验一下我的记忆力 或者是我立即分析问题的能力 谈什么呢 我想还是谈一个我上午没有谈完的 或者是谈得不太完整的 这个海军的题材 上午我就讲到了 就是中共这一次的南海战畜的调整 解放军海军三大间调的调整 解放军海军的这些将领的调整 显示出来了中国的海军战略的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然后三大间调很明显 以南海间调为最重要的核心 甚至有一把原来以陆军为主体的南部战区 要改造和提升为一个类自于像 以美国夏威夷为指挥中心的太平洋部队 太平洋司令部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意味着呢 一个不仅是针对这个南海 而且呢 要把要建立一个大海军的这么一个战略 就开始表现出来 所以又很明确的 进去目标 是针对南海 那么在这个调整中间 最重要的人事变化 就是海军司令员的变化 海军司令员的变化 那么台湾一个媒体很搞笑 说吴胜利这次陪同 不是陪同 领导航空母舰 去这个南海走一圈 暴露出航空母舰本身的问题 所以回去以后呢 就把它拆职了 你看可见媒体 而且它不是一般的网络媒体 或者一般的这种小报 还是台湾一个比较大的报纸 你说方唐到这一种地步 你个真的是 就没办法去讲他们 因为吴胜利担任这个海军司令 他早就超过了期限 按照他的年龄 按照原来的预期 他应该在18大前后 他应该下来 由深进国来取得他当司令员 他现在都72岁了 是中央军委里面 可以说是最高年龄的一个人 所以他这一次的退休啊 其实跟这个航空母舰 暴露出问题 没有任何的关系 因为航空母舰本来就有 就是一块甲板 对吧 就是一块铁板 根本谈不上什么作战能力 那么呢 吴胜利这次退休所引化的 或带动的整个解放军人士的 这个将领的调整呢 其实是安排已久了 只不过是呢 因为南海问题比较着急 所以呢 就显示去匆忙的一个推陈出来 谁安排了这一次的 这个海军大战略的调整呢 谁帮助习近平 策划了这一次的这个将领的调整呢 这是我这次节目呢 想试图讨论的这个内容 不过在讨论之前呢 我想讲一下就是 跟海军政委有关的一些事情 海军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 他最早其实由这个张正 是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在 长江的时候 那么 这个把一些国民党的 几个海军军舰 把它组合起来成为了一个指挥部 那么这好像就是海军最开始的来源 当然 正式建立海军 是张爱平 所以张爱平是海军的 最主要的这个创建人 那么 后来在海军里面担任的这个角色 肖敬光 十一个 叶飞 十一个 刘花卿呢 十一个 刘花卿呢 刘花卿后来还才成为了政治局常委 那么好像是海军里面耀声到这个 中共 军的最高层的一个 一个人员 而是刘花卿这个人呢 是一个 老式人 对军事也谈不上很懂 虽然他在这个 苏联 留个学 但实际上呢 这个 并不是一个非常强盛的这个 军事将领 解放战里面真正比较强势的海军将领呢 除了叶飞 一个以外 另外有几个人是值得一提的 一个就是苏政华 那么苏政华在海军任上的 政委的任上 还成为了政治局委员 他是华国锋的 最主要的 最一众的 这个军队的这个高级将领 可以说是 但是呢 他身于屈身于这个二业系统 属于邓小平的这个老部下 还当过这个 跟着邓小平军队以后 打进西南 好像是当过贵州省委 好像书记 还是是不是第一任呢 我就忘了 但是呢 这个 这个苏政华 在这个 邓小平下台的时候啊 他曾经呢 这个 曾经呢 这个 这个 就很 他积极地批到邓小平 所以邓小平 就记得这个 部下是个反叛的人 所以 就是邓小平一扶驱 后来 有一次 海军一个驱售舰爆炸 所以呢 这个邓小平 这个事情就狠狠地 把 这个苏政华给 开了一下 但是 苏政华呢 还是很积极地支持 这个华国锋 好像有一次是 华国锋到 然后 朝鲜 黄文徽呢 是怎么样 这个苏政华就是 调动这个 南海舰带 还是什么样的舰艇 要北上 然后呢 这个 在北海舰带来 进行一次 军事演习 那么呢 展示给 让这个 华国锋去 去 去阅兵 那么这样的话 因为华国锋是一个 中央军委主席啊 对吧 又是这个 中共中央的主席啊 中共中央主席啊 他去 进行援兵 按道理 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这个时候 有几个 这个军人 就是 觉得这是一个 很不好的事情 就是 当时候 福德军事工作的 这个 这个 海军 开始是海军司令员 肖金光 把这个事情 报告给 负责军事 军事日商工作的 罗约庆 罗约庆 马上把这个事情 就报告给了 这个 郑小平 所以他们 联手一起 把苏正华 这个军事演习 就给灭了 还有 当年 叶敬也在参与中间 其实这就是 军队内部之间的 这种 权力斗争 也很难 批评这个 苏正华是 擅自调动 这个军队 等等等等 搞了一个大帽子 后来 这个苏正华就是 好像是心肌恐虚 反正是心脏病 在北京就去世了 还有一个政委 海军的政委 叫李作鹏 苏正华 就当过政治局委员 李作鹏也是当过政治局委员 他是四业的 被认为是林彪集团的死党 也写过一个回忆录 所以海军 我早上的节目里面讲了 很多军舰是根本不能出港的 只是白一个样子的 有些网友就说 你胡扯 这些人他真的是不了解解放军的情况 也不了解中共空军的情况 我讲了 中共飞机的速量来讲 在全世界还算前列的几位 飞机速量很多 但是基本上是不能起飞 我讲的是以前 那么军舰也是一样的 基本上不能出港 这个稍微了解的海军的情况 都明白这个道理 中国的海军 基本上是追求数量 没有质量 所以搞到现在 你看人家一战就开始用航空母舰了 现在老共搞到现在为止 还是一个破铁板 但是我也讲掉了 这个 军事的装备 海军的军事装备 现在都发展得非常的迅速 不仅是元气的潜艇 集中了美国最强的战斗力 也不仅是现在开始了 建造几艘航空母舰 那么在驱逐舰 其他的军舰方面 进步得很迅速 但是很焦虑 很着急 这些军舰都没有正常的演练 或者说演练和检验 这些海军舰的作战能力 或者是它的性能 远远远不高 没有达到正常的军舰应该有的水平 我们先不去说它 回头还在讲我讲的一个重点 就是 这次海军 为什么有这么彻底的调整 我们知道现在出来了吗 海军司令员 沈金龙 原来是南海舰队的司令员 破格提发上来 现在的白海舰队的司令员 应该是张文旦 对吧 张文旦虽然是从东海调过去的 但实际上它也是从南海舰队出来的 魏刚 对吧 魏刚现在是东海舰队的司令员 但实际上它也是从南部战区 南海战区调过去的 那么这一次从海军副司令员任上 调到南海舰队当司令员的 这个叫王海 他实际上原来 他虽然当过航空母舰的第二司令员 首任司令员 但实际上他也是出身于南海舰队 然后更引起人们注意的 还一个人事变动 就是白海舰队的司令员 这个叫袁玉博 名誉的玉 孙博的博 那么他到南部战区当司令员 这样的话是第一次大军区 已经叫大军区 现在就要和战区大战区的司令员 由海军将领来统帅 那么海军呢 大家一讲 这些人事调整啊 都是针对于葛伯雄 徐泽浩的残谱来的 你在一定程度上也对 因为这些将领 现在高级的将领里面 现在多少次跟葛伯雄和徐泽浩有关系 但是呢 也太简单化了 因为中国这个军队的腐败啊 不是从葛伯雄就开始了 或者徐泽浩就开始了 其实中国的军队腐败 一是是因为它完全不受监督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完全黑箱作业 以这个保密为理由 实际上把自己的权力 完全是在黑箱中间进行运作 民间根本社会上 对它没有任何的监督力 所以它的腐败是整体的 是完整的 是彻底的 根本就是你现在 现在夹到这个葛伯雄头上 和徐泽浩层上 那都是合法无辞 单纯然 因为徐泽浩已经死了嘛 你们怎么去抛他 张雪都没问题 葛伯雄已经被判刑了嘛 你怎么去抛他张雪都没有问题 但是黑箱的问题 其实在早几年就暴露出来了 副生理员我们都知道吧 王守夜 还有一个跳楼自杀的马发强 郑伟 去年好像还有好几个人自杀 什么这个大哟 那个大哟 这个烧哟 那个烧哟 但是这种情况 在其他病种一样的出现了 不只是海军啊 对吧 那海军的事情的事故呢 相对来讲 比空军 比陆军来的还要严重 因为空军再都不过飞机俱毁 死了两个人 对不对 他死的人不多 海军死的人就特别多 对吧 不要说在胡锦涛时期 有一个 是胡锦涛和江泽民时期 有一个潜艇爆炸嘛 死了很多人 这个应该好 好像是江泽民时期嘛 那么到了后来 好像就是因为那一次爆炸 把司令员给换了 这个施云生 政委给换了杨花庆 就换了一个叫 这个政委叫胡锦涛 胡锦涛 胡锦涛听说他被 就被调查 因为跟葛伯雄有什么关系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每个兵种里面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海军这次大洗拔的操守 操盘手 是谁呢 苗华 苗华出生于31集头军 现在啊 官场上是这样的 就看你是不是出生上海 跟习近平有没有握手 你看你是不是出生在浙江 是不是叫浙江新军 有没有当过习近平的部下 也看你是不是在广附近工作过 是不是跟习近平是 还是巴哩巴哩的老朋友 反正就是大家都说拼命关系 那这个里面真真假假呀 假的多 真实的少 有的实际上是挂一个名字 在31集头军挂一下 然后就很快就走了 这个时候就说我跟习主席怎么认识 反正也没办法去 习主席很忙嘛 没办法去跟习近平吹牛就吹牛了 组织不一听了 可能是那么好事就把你伸上去了 这样的误弄很多 但是苗华不是 苗华这个人啊 是江苏渝钩人 我一个老朋友 还是不能说老朋友 就是一个很尊重的老人 叫许家腾 他是当过江苏省委书记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对吧 后来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 那么 我跟他的私人关系 当然是非常熟悉 我当然是知道 他叫江苏渝钩人 但是呢 许家腾担任了一个职务 在四九年二十五年年 是福州市委书记 这个福州市委第一书记啊 第一任书记啊 叫韦国清 其实韦国清一天半都没有上过 但是呢 他是在福州 实际上组织工作呢 是这个水家横 水家横是正式的 这个福州市委第一任书记啊 那韦国清那个是假的 你一查资料 韦国清肯定是在上面 但是实际上不是真的 那么这个苗华呀 他是江苏渝钩人 那他跟许家腾是老相 而且呢 他又出生在这个福州 那我就有点疑问了 这个苗华是不是许家腾的老相是肯定的 是不是属于许家腾军队体系的一个人呢 因为一般江苏渝钩人啊 到福州去也不能说没有 但是应该来讲是比较少 对吧 所以正要巧合他又出生在五十年代 所以苗华他的父母亲 或者至少他的父亲 是不是三野系统的一个老干部 或者是尊干子弟后代 我觉得跟大家网友们去查 因为网友有时候 我们网友很多嘛 很多网友去了解情况 那么这个苗华 因为他有这么一种关系啊 他就一是当了兵 当了兵 有没有这种关系 我现在还不知道 不能说有这种关系 他有了这种背景 是一是在军队体系里面 他是正来拔军的 军事的三十一集团军 他开始在九十二师 干什么 当战士 这就是真的了吧 有些一上来就当军长 一上来就当三十一军政委 那个是外面调来的 不是真正的军队体系里面的 描划式的 描划就是 92军这样 从战士班长 什么什么 when repeat weight 伸出 那怎么 do 你这么一 tą一波一波伸出 伸出 伸出好像是一个副政委 而是副政部主任 就调到了91 91室 在92室 升到政治部主任啊,是什么,傅政委什么东西 就调到了九十三十 在九十三十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是一个比较差的事 叫野董事 这个野董事的兵器装备都比较差 但是他们杀老百姓都没问题 镇压老百姓没问题 所以这个九十三十后就并到了 换服装 改变成为了武警的机动室 那很多地方的机动室啊,现在武警啊 他们镇压老百姓很厉害啊 镇压老百姓的机身份啊 实际上他们的全身啊 都是解放战里面比较 装备比较差 没有什么很好的战士 或者没有什么很好台的 叫野董 兵的转换过来的 诶,这个军队如果转型到武警去 很多人就跟着一起去当武警机动室的政委啊 或者司令员啊,就这样子 苗范同志,还留下来了 一跳跳到三十一级统军的政治部主任 一九九九年 好像是一九九年啊 一九九年谁当呢? 胡锦生的神长呢? 习近平同志 习近平同志还是一个国防委员会的主任职务 总之,跟苗华 他对关系至少,至少在那个时候就建立起来了 甚至更早 那么到了后来 习近平就离开了福建 苗华也离开了福建 但是他还停留在南京郡去 南京郡去我们知道嘛 三个集团军嘛 第一集团军在浙江 第二十集团军 第二十二集团军在江苏 第三十一集团军在福建 所以他就从第三十一集团军调到了十二集团军 当了这个政委 然后呢又调到这个南道军区 从南道军区里面 一下子好像几个职位调整 后来调到政委 调到政委 习近平一上来 对吧 当时就有军方里面有三流之说 什么三流 总后进部 刘元 国防大学 之前好像是不是还在空军干过 就是刘亚洲 海军政委 刘小江 刘小江是谁啊 马妹的先生 马妹是谁啊 福耀邦同志的 这个女儿 所以三流啊 就讲三个他子党 但是这个刘小江啊 他有一个后代啊 扯上了一点小麻烦 这点小麻烦嘛 也谈不上后来 听说没有什么出什么事 就是跟什么周苑康啊 做生意啊 扯上一点什么关系 就是他的埃西夫吧 这个跟刘小江本人没有关系 但是刘小江本人 在三流里面是身体最不好的 然后政治野心也是比较弱的 所以这个三流中间 刘小江就先下来 先退了 退下来 苗华就接上去 一接上去了以后 就开始布局这个海军的人事调整 人事调整怎么办呢 他是一个陆军出身 他要去海军 他其实 待了几年 其实也搞不清楚谁跟谁 因为别人也不会跟他讲真话 他也没办法去了解这个真实的情况 你光是看那个 那个党案啊 那都是胡编的东西 对吧 党案是最 最假的东西 但是看不清楚 知识等等 早就经过了无数的编造出来的 中共的人事党案 后来他描划就来这么一招 这么一招 他说 我今天给你调到这个基地 明天给你调到另外一个基地 今天给你调到这个基地 明天给你调到那个基地 一年我跟你搞好几次 跟你自己来搞晕了 这里还没有把床单铺好呢 那边又说 赶紧要走 这一种调来调去啊 就调出了今天这种结果 所以这个苗华同志 就成为了习近平要进大海军 这个战略里面的新兴军 新操盘 新操盘 军事装备 那还是次要的 先把人事搞定 扶赠于习主席 习主席这是第一位的 苗华同志现在完成了这个任务 把老将吴胜利同志退休了 对吧 然后各个里面的人呢 都是这一年有的 有一些人像周温戴和魏刚啊 什么几个人 好几年之间调了四次之窝啊 这种情况 那杯酒是冰权啊 有这种说话 人家是四杯酒 跟你是冰权 你都搞不清楚自己是不是还有冰权 是不是冰都搞不清楚 对不对 这样换来换出了一个好处 就变成了西家军 对吧 所以但是结果怎么样呢 能不能打仗呢 那当然是没人知道 对吧 我前面讲的那个装备放到这个里面来 你这个将民 别看这个是什么指挥学院 那个是什么舰艇学院 这个是什么舰艇学院 那都是不扯的 你军人啊 不经过实战的这个演练 不再去打一仗 才能靠近你真不真的 能不能真打仗 那其他的东西都是没有的 没有的 吹牛必吹大了 对不对 那甲午战争之前 那个海军不是吹牛吹得很大吗 一看素子很厉害 从政委看也是很厉害 在后面打仗怎么样 我先不去想海军能不能打仗 我只是说这一次的人事调整 从目前来看 那确实已经变成了这个西家军 那描划统治会不会上升呢 不知道 他现在1955年生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今天我们导播对我是一种考虑 我什么 从我们做这个节目 也没有去查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描划统治是1955年 是九大呢 也有可能是一个精神的机会 但是 他是不是像李作鹏那样 或者像这个 苏正华这样 成为一个政治局的委员 那我就不知道了 这种可能性 也不能说没有 因为习主席想什么东西 咱们不知道 对不对 咱们就能等等看吧 好 谢谢导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